360歪一行 帶你來看到了 古早味的飽米香 是3-5年級生的 小時候常常吃的零嘴 現在住在桃園大溪 有一位60多歲的阿伯 他叫做呂文正 他古小畢業之後 其實就是不是喝酒 就是鬧事 而且呢 當兵還當了5-6年之後才退役 但後來他真的看透人生了 決定要開始學做飽米香 而且一做就做了40年 黑色鍋爐一身巨響 空氣中頓時白煙瀰漫 這就是怎麼生孩子的 時間夠讓你賣不賣 打開壓力鍋 一股米傷陣陣傳來 長形鐵龍荔 噴進受熱膨脹的米花 算卷時間第一輪 補米香原料等待出爐 沒吃到洗了 洗了我們都不會做的 裡面有水就不喝了 就弄在滾暗磨 緊接著阿伯快速倒入 另一鍋白米 點火準備第二輪爆香 澳米爆香清鍋爐 挑出爆塊的黏蜜 再一一裝袋 一整個白天不斷重複 同樣的動作 阿伯一做就是40年 架上一包一包裝好袋的 粉蜜香 全都出自他這位 當年的火爆浪子李文正 如今60多歲的粉蜜香達人 沒頭髮以前就一四個幾個 幾個幾個 我做頭髮 我做兵官也沒辦法 看完就四上的 別說關正比 你以前做兵做韓國 才退路 沒有 那就風氣風氣 沒有啦 怎麼會喜歡做兵 就像古后载电影 回首年轻时的荒唐 吕温正庆幸及早洗心革面 更感激朋友的湘婷 送他压力锅 意外跨入捧米粒人生 朋友就在做厚手做阶级 做一个发泡我阶级我就做了 我的米粒就有味道 有加什么米粒吧 我 加我的心肝 用心而走 豹米粒出炉后 接续第二道主堂功夫 大热天阿贝这位老师傅 做起来以略显吃力 频频拿毛巾擦汗 这时做儿子的吕谢荣上场 豹米粒淋上麦芽糖 搅拌均匀再入膜 擀瓶之后平均切块 一旁的吕温正 看着简直是自己 年轻时叛逆的翻版 做起捧米粒越来越上手的儿子 兴起了娇棒的念头 这本来逃脱 我没有逃脱 这最早要逃脱 你不要这样那么开吗 很热很热 就现在他打薪水给我 明年换我打薪水给他 所以就这样教他 父子俩脾气同出一侧 三不五时斗嘴 却彼此尊重和依赖 一谈起自家馮一汤的独特性 两人难得口径一致 我们的米粒 如果旁边一头去打一口 一口的味不一味 那个味道你会爽 外面就只有甜甜的牙 它没有口感 我们做得比较扎实 就是说例如说人家一块米粒 它大概例如80克米 我们的一块米粒跟它一样的大小 我们里面有将近200克 250克米 就像粒粒的白米经过加压 加热 变成让人难以忘怀的古早味 吃了还要回头再来 宇佳这对于父子 要让浪子回头捧米汤 更加有人的味道